大家好,我是虎客王的楚言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AE中的单点追踪 单点追踪的意思就是 让系统自动记录下画面中某一个点的运动轨迹 然后我们把记录下来的这些位置信息应用到其他层上 我们下面用一个小实例来一起操作一下 这有一个素材 剪一个合成 大家先看一下 这是一个摩托车攀爬的小素材 只有两秒多 我今天想追踪这个选手的头盔部分 那么我们现在就打开 把工作区切换成运动追踪模式 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选择我们要追踪的素材图层 点击 跟踪运动 这就是追踪了 点击一下 下面有三个钩 如果是单点追踪的话 只能追踪它的位置 因为它只有一个点 识别不出来它的旋转和缩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跟踪点 跟踪点 大家想移动它的话 这个框要点到空白部分 里面也可以 这是它的追踪中心点 里面这个小框 是特征框 大家需要找到一个比较有特征的部分 外面 大框是搜索框 可以调整 里面也可以调整 搜索框的意思就是 计算机会在这个范围之内 搜索特征点 所以 如果把这个框拉得过大 那么 计算机 计算起来就会很累 速度很慢 要是太小 对于像这种 运动幅度比较大的素材来说 它可能会搜索不到 所以 这是需要一定的经验积累的 大家慢慢练习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选项 选项这有一个通道 有RGB通道 明度通道 饱和度通道 这个看大家素材的特征吧 用的最多的还是明亮度 确定 下面我们就来找一个有特征的点 我们是要跟踪它的头盔 所以在头盔附近找 找一个明暗相差非常大的部分 比如 这个尖 一会儿 一会儿车手的动作会非常大 对了 这忘了一点 一定提醒大家 或者把视频放到最前面 或者放到最后面 时间线 这样可以从头追 重新放置特征点 重新放置特征点 放好以后 我想把外边这个框 再拉的大一点 这样就可以让计算机来分析了 这个是往之前搜索一帧 这是向后搜索一帧 这是自动搜索所有的 下面咱们往后分析 好计算机已经跟踪完了 我们来检查一下结果 两头还可以 中间有一处跟丢了 这可能是因为动作速度特别快的时候 跳出了搜索范围 没关系 我们来找到这一针 找到它错的这一针 到这都是正常的 我们按配置档 看下一针 下一针跑到鼻子上了 我们把这个框 给它挪回来 然后 一针一针往后 让它自己算 它自己还是找不到 再试试 基本能跟住了 剩余部分让它自己计算 好的 再检查一下 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下面我们来建一个新的图层 一定要回到合成窗口 一定要回到合成窗口 我们来敲几个文字吧 随便放在哪都可以 头盔 头盔 还要没 然后我们想让这个文字 跟住它的头盔的运动轨迹 我们需要回到这一层 然后点击图层窗口 这个面板都点亮了 之后 我们选择 编辑目标 也就是说 把这些位置信息 要应用到哪一层上 这里我们只能选择 因为只有这一层 所以选择这一层文字 点击确定 现在位置信息 已经给到这个文字上了 一定要点击应用 它才能够起作用 点击之后 有一个应用维度选择 轴向 一般情况下都选择X和Y 确定 这时候 我们的这个文字 已经可以跟着它头盔运动了 大家看一下 就像贴在它的头上一样 跟得非常好 下面我想把这个文字 往后挪一点 在它的脑后 点击文字涂层 展开它的关键针 然后 我们来挪动一下它 但是大家 应该会发现一个错误 就是 它只有到这一针的时候 才会跑到它的头后 其他的时候又回去了 我们怎么办呢 先退回来 我们需要点击位置 选中它的所有关键针 然后移动 这样 才能整体把它夺到它的头后 这样很不方便 所以 通常我们不这样做 删掉它的关键针 我们现在用 比较常用的方法 建一个 空物体 AE中叫空对象 然后 回到咱们的跟踪面板 点击图层 编辑目标 把位置信息 给到空物体上 确定 然后应用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空物体可以跟着它的帽颜 一直在运动 贴合得很好 我们现在可以随意摆放这个蚊子的位置 比如我想让它跟着它的头 放到后面 然后 把橡皮筋 拉到空物体上 作为它的腹肌 这时候 大家看一下 也可以跟得非常非常好 同时我们可以任意移动 文字的位置 而且当我们需要 再建其他图层的时候 也很方便的能够跟踪 比如这儿 我们 建一个 巨型 然后把这个形状涂层 橡皮筋 拉到空物体上 它同样能够识别出来 也能跟住 它头盔的运动 还可以 随便移动它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单点追踪 这节课就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来讲 两点追踪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学设计上虎课网